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九个天天都喊着要减肥 很多的女性朋友对自己的身材曲线是相当不满意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当你在嚷嚷说我要减重减肥 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呼这一圈 肚子肥油肌油的关系 让你觉得说好像我就是整个人大了一寸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让你的小腹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内科医学诊所院长 吕绍达吕医师 欢迎吕医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刚刚坐下来的时候 我就跟吕医师说 我告诉你 这个小腹我也有 真的我不需要参考别人的 我看自己的就好 可是我刚透瞄了一下吕医师 您果真是没有 对 那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吗 就是这个腰围啊 所谓的腰围嘛 男生女生的标准尺寸是多少 这个很简单 如果我们要测试说 我是不是到处 我到底有没有小腹 对 有三个指标 有三个指标 对 一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就是你站起来 对 然后在腰侧的地方 你很轻松 站起来的时候不是坐下 坐下也会比较多一点 站起来会少一点 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在腰侧这边一捏 捏了呢 这个不要多于四公分 你说一捏不要多于 是一项 像因为我现在坐着嘛 就会有一点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来种着凉 对的 你这一捏呢 不要超过四公分 因为那个都会有一些皮下脂肪 是正常的 如果你皮下脂肪很厚的时候呢 它就会超过四公分 对 OK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 第一个指标 站起来一捏 不要超过四公分 还有呢 然后还有就是站起来很轻松的时候 然后吐气 就是正常呼吸 吐气了以后 在腰围这边 肚脊这边一凉 男生不要超过九十公分 女生不要超过八十公分 是 就是说好 比如我们平常穿的衣服好了 男生不要超过三十四 三十五点五腰 不要超过三十五点五腰 对 女生呢 女生不要超过三十一点五腰 哦 了解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那还好还好 我们都没有超过 对 还有第三个就是腰臀比 还要跟臀部来比哦 对 有时候你的腰没有很大 整个是直线下来 是 那就变成水桶腰啦 对不对 所以腰臀比 就是腰部跟臀部的比例 要多少 男生不要超过0.95 女生不要超过0.85 就是说女生那个臀部呢 跟腰部还是要有一个 不要一比一啦 0.85那是最好 就稍微缩进来一点 但是也不要到人家说的 葫芦腰哦 那个是水腰 那个是水腰了 真的哦 那个很不得了 以前人都要去竖这个腰这样子 好 那我们说 这个标准比是这样 对 那如果腰围已经超过这个标准 表示你腰围太大嘛 对 小腹太突嘛 对对 那这样对身体的健康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人表示就是说 就像在讲这之前 我也可以再讲一个就是说 有些人他身材比例 虽然好像是说 我没有超过90 对 没有超过90 然后呢 这个也没有超过4公分 对 那是最好的 对 对不对 可是有些人他看起来平坦 是 可是一捏呢 还是超过4公分 那是表示什么 这是什么 那皮下脂肪多了 哦 那 皮下脂肪比较厚 对 那有些人他是 看起来虽然小腹有了 对对对 有了小腹 对 可是一捏 没有超过4公分 对 那更糟糕 那更糟糕啊 那表示你的内脏脂肪多了 哦 了解 对对 虽然你的皮下脂肪不多 可是呢 那个油都藏在你的内脏里面 是 藏在肠啊 大肠小肠 还有肝脏 这些地方了 所以 这样子我就通了 如果你是有三酸肝油脂的 对 因为他那个是在肝 外面包成油嘛 对 脂肪肝 那表示对脂肪肝 那表示什么 你知道吗 你可能会有肚子微凸 这种状况 对 肚子微凸的人 可能比较有脂肪肝 对 对 有些人一年 哎呀我没有4公分好高兴 对 可是呢 油都藏在里面去了 哦 所以这是有这种 几种情况 是 对 那在 在文这一方面来说 就是说 如果你的那个 小腹有微突了 对 腰围过突了 对腰围过突了 那个就是油都藏在你身体里 嗯 藏在身体里面 就好像 譬如我们一部汽车好了 对 我们加了不好的油 酒吧的加成95 或是加了才油 通宝 对 发不动 整个引擎要换 对对对对 有时候好 譬如如果还好 对 只是酒吧加95而已 对 那只是跑得不顺 对 或是跑一跑 对对对 或是要上波的时候没力 是是是 车子都免不了这样 对 那人更糟糕 所以呢玩吃的东西 那些油啊 对 都要好的 免得呢 到时候都在体内了 到体内 它就会全部都包 包发在我们身体里 是是是 在我们身体里的时候 好 我们身体里的脂肪呢 它有分两种 嗯 一种是血脂肪 嗯 那另外一种 它就是固定脂肪 固定脂肪就是80%呢 在我们的内脏 哦 20%在我们的皮下 是 所以我们刚刚一捏 那是皮下 嗯 其他80% 还是在内脏 嗯 在内脏的时候 我们这些脂肪 像高血脂啊 高血压啊 高血糖啊 都是因为脂肪引起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内脏脂肪 让你深陷恶性的循环 对 会让你深陷恶性循环 然后呢 是 现在的疾病里面 十大死因里面呢 虽然癌症是第一 对 对 可是呢 我们其他的 什么代谢症候群 嗯 像高血压 高血脂 而引起的死亡呢 嗯 还中风啊 这些 引起的死亡 已经加加起来 是27.6% 嗯 那是比癌症死因还要高 但是大家反而 好像很忽视它 对 因为觉得它没有立即性 极客性的对你生命产生威胁嘛 但我们要看一下 内脏脂肪 为什么说让你深陷一个恶性循环 你看哦 它就会导致一些代谢症候群 对 中风啊 心肌梗塞啊 脂肪 刚刚我们刚聊的 对 还有胆结石啊 胆管炎之类这些 嗯 这好像感觉没有什么 立即性危害你生命 嗯 可是听刚刚我们女医师 这样告诉我们 它其实也是很高的一个 其实很大的死因 对不对 只是呢 它不是因为你胖而死 嗯 是因为胖而引起了很多其他的 周边的毛病 是 而死掉的 嗯 所以虽然不会说胖死 可是呢 是因为胖而造成其他问题 造成的死亡原因 了解了 了解 好 那我们看看下一张图 其实下一张图这里面就有告诉你 嗯 什么是坏油 刚刚吕于是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 我们身体啊 80%的油都在内脏里面 对 那你要想想这个很可怕哦 如果这么高的比例的油 嗯 是包在你的内脏 而它是个坏油的话 嗯 哇 这很不可思议 对 那对你身体造成的杀伤力很大 对不对 对 因为坏油呢 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 它会造成了很多其他的问题 是 最重 最我们常见的就是高血脂 然后高血脂造成我们的心肌梗塞 或是造成了 一下的 就以为它中风嘛 对 不是心肌梗塞 就是那些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 对 对 有一些很多猝死的啊 对 这个就是 就是那个急性心肌梗塞死掉 对对对 或是冠状动脉 所以我有一些 常常听到很多朋友 一下子这个朋友去装支架 那个朋友去装支架 而且还互相比较说 你装了三支 我装了五支 我才五星上将 对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 它那个装 为什么要去装支架 就是因为油沉积在那些小血管里面 所以过不去 对 支架把它撑开来 对 撑开来了以后呢 你还是要饮食注意啊 你不要说一天到晚 还是吃的那样子 那到时候三两下 那以后塞住了 那塞住了 到时候下次 装到十一条的都有 天啊 那是真的很糟糕 好 那如果你觉得需要自己做一个 身体的患油好油的自我检测表 就在这边 对 那这个检测表 通常我们可以去哪里找得到呢 可以上网 也可以看得到 或是到我的 国民健康局应该就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表格了 或是到我的网站 都可以 像有一个 第一个 像我们的体重 有没有过重啊 我们的那个BMI值 最好是18到24 那BMI的算法就是我们的体重除以我们的身高 就像 就像譬如 体重除以身高 一百七十公分的人好了 如果他六十五公斤 那就是六十五公斤除以1.7 除以1.7 除两次 要除两次啊 对 除两次 它是平方嘛 就除以两次 除以两次的结果呢 出来是22.49 是 22.49就在18到24之间 那就是还不错 对 那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来可以这样慢慢算一下 对 就有几个这个标准让你去算 对 像第二个就是体脂肪 体脂肪就是用机器量的 那正常男生是20 10到20 不要超过20 那大于25的话就算一个不好的指标 是 女生呢 不要超过20到30 所以照道理讲 女生式的体脂肪是可以比男生多的 对 因为30跟25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女生可以胖一点点 风云一点点 对 因为女生本身她皮下脂肪就比较厚一些 因为我们要生小孩 对 而且有女性的荷尔蒙嘛 对 是的 好 再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腰为臀为比 比较大于多少的 然后这其实这些都是很多的那个 是 都是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可以大家稍微 就是参考一下 对 就是说 当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那表示你身体里面的坏油 对 已经在卡卡卡 已经慢慢进来了 卡住你的身体健康了 慢慢进来了 是的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因为你的小腹怎么瘦下来 等一下 等一下女士会告诉你哦 我才能在研发 我一直在研发 我一定要让你转发 我一定会让你转发 我一直在研发 我一直在研发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说有很多的女性朋友 尤其是一些妈妈们 很在乎的 就是自己小腹的这个部分 好像你的小腹越大的感觉 就这个人看起来就会 给人家感觉老个三五岁之类的 所以这个小腹非常的重要 怎么样让它像这个熨斗烫过 一路平坦就非常重要了 好 我们说体重标准 可是还是有小腹 怎么会这样呢 李医师 因为虽然体重标准 可是它的油还是藏在里面 但是这奇怪了 我体重标准啦 你应该不应该有多余的油才对 对 可是有的时候它是表皮瘦 它内脏脂肪很厚 所以那个叫做隐藏性的肥胖 隐藏版的 对 虽然像有些人 它的BMI值在18到24之内 或是甚至以下 可是它体脂肪高 体脂肪高 所以有些人他虽然很瘦 也是会有脂肪肝 所以脂肪肝不见得在 有肚子的人身上 但是有肚子的人就很高的比例 如果有脂肪肝就对了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像我这一种 四肢看起来瘦瘦的 可是也不见得 就是我的那个体脂肪是低的 对 所以还是要经过一些测试 瘦瘦的 四肢瘦瘦的 肚子大大的 就好像那个小青蛙一样 对 对 对 系弄得真好 对 对 对 所以这造成小腹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对 好 有这几个原因 其实最重要的 好 譬如有些人他会说 我非常疲劳 我天天在忙着工作 怎么还会胖 怎么还会胖 这就很奇怪 喝水就胖 呼吸就胖 对 对 怎么会这样 这个叫过劳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整天很忙着工作 对 对 对 坐在电脑 桌前天天在打电脑 对 可是因为他就是在坐着 然后都没有运动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第一点 是 然后呢 第二点就是 他坐着没有动 虽然在那边操作 对 然后他吃东西 零食到那些也进去了 哦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反应 反应 我们身体自己本身会有一个反应 对不对 就像 好 譬如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从我们远古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 嗯 当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stress 嗯 一个压力的时候 对 哦 我们身体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抵抗能力 是 就会产生一些抗体松 抗体松就是一种荷尔蒙一样的 就是内固醇一样 是 他会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 哦 帮我们就像运动选手啊 他跑跑跑跑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面自然会产生一种抗体松 嗯 这个让我们撑到最后 哦 所以呢 身体反应 因为我太过劳了 事业太做了太烦了 然后呢 熬夜 压力太大 压力大 然后身体里面自然产生这抗体松 抗体松呢 会把我们身体里面所有吃的东西 通通都转化为脂肪 以被不食之需 这是我们远古传下来就是这样 嗯 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 对 自己自主的一个机制就对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说 我就这么忙 这么累了 对 可是人怎么一直一直在胖 那你可能就有这个过劳肥的 那个隐忧在里面了哦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身体就保护自己 对对 所以把脂肪隐藏住了 是 hold住了 结果呢 我们又没有出去运动 嗯 所以呢 自然就沉寂在体内了 所以就是过劳肥 OK 再来就是初劳肥 这是什么啊 听起来真的好可怕哦 这个也不会啦 因为人呢 过了三十岁以后 新陈代谢都会降低 是 对 因为新陈代谢降低呢 所以我们三十岁开始 每十年 新陈代谢降低五% 哦 所以我现在是十%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 你不要泄露了 对对对 大家就知道我现在是在哪一个 抗赞了 对对对 初劳肥 所以说三十岁开始 对 每一年的新陈代谢会 每十年 每十年 五% 所以真的是很可怕 对所以 三十五岁的时候 我觉得穿衣服都很好 对对 然后饮食都很固定 对 很固定 我都好 譬如天天吃一千八百卡好了 对 我三十五岁 穿M号的 对 到了四十五岁 你就要穿L号了 对 因为它 你吃的东西虽然一样 可是呢 新陈代谢降低 降低所以呢 那些多出来的热量 通通都变脂肪 它又转化到脂肪去了 对 但是如果这个过程里面 你有做一些运动什么的 对 其实就可以改善了 对 可以改善很多 OK好 还好还有方法改善的 对 所以这个初劳肥 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有些人就感觉说 因为我们已经到 大概这四十岁左右了 有时候跟朋友在聊的时候 就说 好可怕 对 以前敢吃这些不能吃 对 而且呢 以前的恢复 跟代谢很快 对 但你现在就觉得 怎么一年不如一年 这真的是要注意的 其实没有 不要说很怕这一年 不要在意 因为我们只要把 我们自己的身体的 新陈代谢提高 自然这些都不成问题 我们可以从饮食 还有从运动着手 是 这个很重要 但执行力更重要 好不好 再来 烟酒肥 对 这所谓烟酒肥 有些人说 这烟酒怎么会肥 抽烟不是会越抽越瘦吗 很多人都这么说 很多人都这么说 我一戒烟就开始胖了 每个人都这么说 对 据美国的一个研究 对 美国最新的研究 其实戒烟跟体重 没有很大的关系 那一些还给自己抽烟 找借口的人 对 自己找借口 你真的很不应该 你在毒害你自己身体 而且还不会让你瘦 好吗 对 而且在欧洲的研究来说 每天抽烟十八根 十六根以上的 反而它会胖 而且胖在小腹 最胖还吃肚子 对 所以抽烟会变胖 太好了 这个观念我们要 来好好跟大家推广一下 其实这是最新的一个观念 好 每天十八根烟 让你就有小突腹 对 然后那个酒的话 酒好像很容易 因为你一喝酒 一定小菜 或是什么就是配着 那酒本身 它就是一个高热量的食物 对不对 它是从那个葡萄糖 转化出来的 而且还浓缩的 所以酒 它其实是一个 很高热量的一个饮料 那喝了以后 然后再加上你吃的小菜 往往你跟朋友小酌一番 整天的那个卡路里 都已经超过了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只不过是小酌 对 可是小酌就会变大胖 对 对 没有错 小酌变大富 对 变大富 非常好 再来就是甜食 对 尤其现代的人 这些甜食 饮食方面都变得很甜 不要说 我今天我是吃炸鸡 或是吃什么东西 其他的 对 里面加的料啊 或是沾酱 酱油糕啊那些 其实那些里面 那都算啊 也都有糖分 OK 其实像我们的酱油糕啦 有时候像那些 玉米酱啊 或是玉米粒啊那些 都是含有糖分的 OK 所以甜食本身呢 本身它就是一种高热量 所以如果你常常吃 这些甜食的东西 那这个身体的一吸收了以后 它把那些能量呢 都转化成脂肪去了 囤积最近的地方 就是小户 所以这会有小户的原因 所以对甜食这两个字 大家要有一个 重新的认知的观念 不是只有指的 就是那种饼干啦 cake这些甜食 或饮料 其实有一些咸的东西 对 咸的里面 可能还是有糖分的存在 对 它都含有糖分 OK 好 那再来吃冰也会有小户啊 对 这怎么回事啊 这要注意就是 我们常吃冰的 常吃冰的观众朋友要注意 因为你吃了冰以后呢 到了肠胃里面 肠胃的温度就下降了 代谢变慢 对 新陈代谢就变慢了 新陈代谢变慢 然后呢吸收的好 然后吃的冰本身 冰品里面也是糖分 甜分高的东西 那一累积下来不得了 就都在肚子里面了 我想这几样 对那些爱漂亮的美美来讲 可能就会杀伤力很大了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因为我们有时候想嘛 就像譬如有一些乳品 就像有一些油脂类的东西 你一冰了以后 它是不是都变那种浓稠状 对 或者固体 对 所以一样在我们肠胃里面 也是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脂肪 你再吃冰下去 它也是把它凝固住了 对 凝固住 变油脂在那边慢慢吸收 就囤积起来变小腹了 对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吃了这些冰了以后 那个温度体温下降 新陈代谢本身整个变慢 对 对 对 这也是一个原因 对 好 更年期也会让你造成小腹 男生女生都一样嘛 对 都会 男生也是有更年期 不过女生来说是会比较明显 因为女生的时候呢 它更年期的时候 有一些雌性激素就会累积了 那雌性激素的产生 它会就是会在小腹的附近呢 因为它就在子宫卵巢附近嘛 那最近的地方就当然是肠胃啊 还有那些副网膜 那些地方它就很容易累积这些油分 是 产后胖 对 这个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困扰 对 对 对 就是说怀孕生长完之后 怀孕了一胎胖一点 对 再怀孕第二胎再胖一些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 不敢生小孩 其实这不用担心 因为只要产后六个月内 我们把它好好的减重下来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而且反而对于身材的那个帮助会更大 因为产后如果你有补乳的话 反而对你的身材是有更大的帮助 因为在生产了以后呢 生产完了以后会肥胖 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们的腹直肌松垮了 然后腹下脂肪也增加了 尤其在腹部附近 可是在六个月内 我们如果在六个月内 好好的做运动 好好的做一些调理的话 这些都不成问题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有产后胖 请你把握黄金六个月 对 黄金六个月 没错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来看后面那几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刚刚我们在趁休息的时间 阿娇还在跟吕医师聊说 开玩笑说 今天是不是讲到小富 我一直觉得 自己好像小富很大这样子 人就是这样 我们说小姐的时候穿S 然后妈妈的时候穿N 然后再来开始步入更年期的时候 变L 那甚至是Double L这样子 那个就是因为乐活在人间 然后都是生活太意义 太Relax 其实如果我们从小姐的时候 开始我们就保持我们一样的心情 一样的心境 然后让我们的肌肉 都一样的保持在这种 新陈代谢的状况下 我们就不太容易胖上来了 真的就不会从S穿到Double 最多到M而已 OK OK 好 那我们说体重标准还是有小富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 产后胖也是 再来就是便秘也是 对 常常会很多便秘的朋友 他便秘的朋友 他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他生活就已经不正常了 对 所以他才会便秘 对 那便秘了以后呢 那肠胃的功能 整个新陈代谢都会变慢 所以会造成这个 是有小富 这是真的 我们说女生常都有减肥的经验 对 那我们常常在减肥的初期 就会发现说 你只要排便顺畅了 对 你就会感觉说 好像瘦了一寸 你肚子没有了 你就觉得我起码瘦了一两公斤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你这个肚子这边 有多少的宿便在里头 对不对 对 这排出来少说 一到三公斤也有了 对 好 再来就是乱减肥 也是一个小富 突的原因 对 因为那就是溜溜球效应 怎么说 越减越胖 你刚开始一减 你的不是减重 而是减 水分 对 你那个是减重 不是减肥 对 不是把肥油减掉了 你是把水分减掉了 结果减掉了 再一停就胖回去了 所以越减越肥 越减越肥 那肥胖细胞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要减肥 把这个肥胖细胞减掉 你没有把这肥胖细胞减掉 然后减掉了你自己的瘦肉 结果一停 变胖 所以乱减肥 就会造成这个优小腹的原因 那减掉肥胖细胞 这是个重点吗 对 那肥胖细胞怎么减呢 因为肥胖细胞呢 就是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 去燃烧它 对 然后呢 增加我们的运动量 OK 强度 懂了 让这些就会 至少让肥胖细胞的生长不容易 是是是 所以是要减肥肉 不是减瘦肉 穿错鞋也会造成小腹 这很奇怪 很奇怪 怎么会穿错鞋 不是说我们左脚穿成右脚 右脚穿成左脚 对 或者我穿到我妈鞋子 也会造成我小腹 那会香港脚 如果穿到别人的鞋子 说不定会穿香港脚 那到底什么事穿错鞋 就是说我们穿鞋子 一定要比较轻便的 不要穿那些 譬如有些人喜欢穿高跟鞋 而且还十字 十几公分的 对 三寸高跟鞋 穿了那种高跟鞋以后 很容易造成我们的骨盆腔前倾 骨盆腔前倾 造成我们那些腹部的肌肉 就会比较不正常 真的 然后至少你就会变成 这个不是胖 可是会变成我们的小腹会突出 可是我们常常在很多的model身上 不敢过内外 他们穿起高跟鞋 你就会发现 那个身材的曲线 对 曲线很好 每个也都没有小腹 为什么 可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减重 对 也对 他们就是 你知道的 就是他们的工作上面 必须要这样子 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时候 他们一松懈下来 它是曲线 整个姿势的曲线 就会不对了 OK 对 好 那如果你真的有小腹的困扰 那要请教一下吕医师 有小腹困扰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小腹的困扰 我们第一个最先开始 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些脂肪 怎么样把它燃烧掉 对啊 或是把它排除掉 是啊 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说 不要让它深沉 那就是少吃多动 然后细嚼慢咽 对 这是最重要的 说得简单 对 那现代人你要叫他这样做 还真难 第一他跟你说我时间感 压力大 我吃得很快 对 第二少吃多动 怎么可能呢 我还要应酬 正常吃完还要应酬 还要宵夜 还要什么 对 然后我吃饱了 就想睡觉 坐着就不想动了 好 那问题都来了 这不会 这都不成问题 其实就在于你怎么样吃 对不对 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配合 那当然那是另外话题 对 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 我们怎么来让我们的脂肪 对 不要再堆积 而且李医师提出一个 十秒瘦度的关键 十秒钟 对 这个滴滴滴滴滴数到十 你的小腹就可以瘦了 不是 会让你就感觉到 瘦了 真正 真正有感觉到那个力量 然后你持续做下去 你就真的会瘦 那赶快来了解一下 因为怎样 第一阶段 对 因为这个动作 持续下去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体内的肌肉 深层肌肉在燃烧 真的 对 你会感觉到 我现在都不太知道 我深层肌肉在哪里 对 所以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没去动到 对 所以不晓得 动不到 对 所以你在深层肌肉 动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的 不要说十秒 你很快就会飙汗 真的 对 太棒了 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容易出汗的人 这是第一阶段 对 第二阶段是 因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让我们 用毛巾操的力量 是 让我们再扭转 加压 把我们这个脂肪细胞 不要再生成 那第二阶段就是 来 我们把那个肌肉的力量 维持住 对 要有肌力 对 所以就大家说的肌耐力 对 对不对 每天五分钟 对 不见得说 我只要五分钟 就是其实我们的意思说 你只要有感觉 好 譬如我现在坐着 在看电视 正在看热活人间的时候 我就稍微就起来 动一动 对不对 毛巾拿来 正在拉一拉 你真的会感觉到 松下来的 那松垮的肌肉 会紧实起来 而且啊 我觉得这句话 真的非常的 让我眼睛为之一亮 七天之后 有感腰线 对 这真的会感觉到 我今天早上才吐到 就没有再认识 我的腰线过了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 有时候生的孩子啊 然后你会给自己 懒散下来的一些理由 对 没有错 所以你很少去动到 腰部的肌肉 对 你说有的时候 我们骑脚踏车 或者是运动快步走 对 你还会动到这个腿部 对 但是腰部的肌肉 说实在 我先认真想想 很少动到 对 所以难怪我们会有这样 呼 水腿腰 而且你一开始 如果很胖 对 就开始 骑脚踏车 快走慢跑 对 还没瘦下来 脊盖先受伤 对 你看吧 对 所以这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油肝腰线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像今天 今天我还碰到一个病人 他 高血压 然后 肚子蛮大的 是 小腹蛮大的 是 男生 我把他的血压 是控制得还不错 那是靠药物 然后我一直劝他 要稍微减重 那个 做操 他始终没有听进去 最近这一个礼拜 听进去了 他做了以后 他今天很高兴 跟我说 两公斤 真的啊 对 男生 两公斤 很棒 一个礼拜 两公斤 而且还是健康的 对 很健康的 好 第三阶段 因为第三阶段 就是说 我们那个肚子瘦下来了以后 是 我们还可以靠我们的毛巾 来雕塑我们的身体 其实我们这个毛巾操 从头到脚都可以精瘦美 都可以做到很实在 因为呢 就像好 譬如我们做了毛巾操以后 是 我们的腹部 我们腹部里面的那些深层的肌肉 腹直肌 腹横肌 腹外斜肌 腹内横肌 斜肌这些 整个肌肉紧实了以后 它其实就等于我们 再穿着一个 紧身衣 缩身衣 对 其实就是你人造的马甲 都没有这么好 真的 对 整个身材你就会变得很好 然后而且精神也会变得很好 对 因为它等于是一个全面性的 对 它不是只制一个标 它其实是全面性的 帮你五脏六腑 在做一些运动 其实很多人听了 听不下去 他就觉得这怎么可能 可是呢 等一下如果真正 照着我们讲的 我们等一下教的 真正来做 他会觉得 是真的所言不虚 真的 今天呢 我们不只要让你听进去 我们还要让你继续做下去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要马上来进行 我们的毛巾操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现在请所有观众朋友 站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毛巾操 动一动 吕医师 我们做这个毛巾操之前 需要先做一点暖身 对不对 可以 好 那应该怎么做 请你叫我们观众朋友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 以前在做早操一样 是 起来稍微动一动 手稍微动一动 甩一甩 甩一甩 动一动 然后也可以这样子稍微起来 拉一拉腰 是 拉一拉腰 然后其实就稍微活动一下 然后呢 转一转 像以前早上我们要做早操这样子 膝盖弯一弯 全身动一动 脚扭一扭 有没有看到 非常标准 对 这样子你把这暖身稍微做到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毛巾操了 那毛巾操一定 阿娇有疑问 您是一定要是这种长的毛巾吗 要这么长的吗 现在我们一般如果我们做平常的毛巾操还可以短的 那不过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瘦小腹方面的话 就比较需要像这样长的 然后长的呢 而且棉质 然后这个拉扯力量会比较刚好均匀 了解 好的 所以如果是大家要做瘦小腹的 那你就要准备这样子长度的毛巾 好 来 然后呢 第一个动作 对 第一个动作 当然就是说我们的暖身一定要做好 是 做好了以后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直接就教大家各位这个瘦小腹 对 就会 很重要 我们肃然侧腰肉 这个非常重要 腰肉 腰内肉 腰包纹这些腹外斜肌 腹内斜肌 腰方肌这些都会可以受到的地方 是 该怎么做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把脚跨比肩膀宽一倍 好 比肩膀宽一倍 对 宽一倍 站稳 然后呢 手拉着这毛巾 手拉着毛巾 往上面拉 对的 然后呢 好 我们现在用右转右腰 转右边 OK 转过去 是 这时候呢 我们是用右手 是 带动我们的左手 是 转过来 是 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的感受到 我们这整个肌肉呢 拉扯到 有 好像一个弹簧一样 是 拉扯到 这样子的时候 对 然后其实呢 最重要 这时候我们也要 跟我们的腹式腹膝结合 对 然后像蚊蟹呢 就吸气 然后再用力的时候 就慢慢吐气 然后过去 吐 吐到最后 对 文主持人这做得很标准 然后在用力的时候呢 用到最后 然后把它吐光了以后呢 再慢慢地吸气回来 这时候呢 两脚最好还是 不要离地 是 如果离地的时候 它的整个的一个力量 就会分散掉 了解 然后我们再拉一次 好 我们吸 向右 吸 吐气了 慢慢吐出去 吐出去 吐出去 像这时候呢 我们整个的腰侧两边 都会觉得感觉到很紧 是 崩得很紧的感觉 真的真的 那这时候才会有 燃止到的效果 是 然后再慢慢回来 吸气回来 好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速速很快地 让我们这两边的肌肉 那肥油啊 都可以很快地 那女士 像这样刚刚第一个动作啊 我们大概要做几次 当然最好就是说 我们每一次 至少停留个十秒钟 能够做到了 大概五分钟以上 当然是建议说 如果做得很熟练 十分钟左右 因为如果刚开始做 光这一个动作 对 光开始做的时候 有时候做个五分钟 就会气喘 对 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刚刚阿娇在做的时候 其实吕医师有提醒 就是说 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脚步 你的脚 是不能离地的 对 而且 如果你是这样离地的话 两倍宽 对 要两倍宽嘛 对 你要打开 然后如果你的脚 是离地的话 阿娇要跟大家分享说 你一旦离地的时候 其实呢 你这边的拉扯 就是你整个这边的拉扯 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对 但是呢 你今天如果把它踩下来 这样子的拉扯 哇 它就会觉得比较有力道 所以如果说你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可是呢 其实真的做多了会喘喔 对 会喘的 只要再做个 所以这个脚这个部分是阿娇刚刚特别感受到的 要跟大家分享 还要再稍微宽一点 稍微宽一点的时候 那个力量更大 是 就是你会借由那个拉扯的力量 去燃烧你这边的那个侧药肉 对 好 那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受蚊的上腹 上腹 对 蚊的上腹的肌肉 上腹在哪里 请问一下 这一个地方 这是大概腹直肌的地方 这里喔 对 那蚊这时候呢 就是要一样呢 就是 打开 打开 对 而且呢 最好是比肩膀再宽一些 是 再宽一些的话 效果会更好 然后呢 慢慢地吸气上来 吸气 好 吸气上来 然后再吐气下去 对 像这时候 这个时候 手要就要过来了 要过来 对 然后吐气下去 好 对 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这个 这个毛巾还是要 拉扯的 拉扯的很紧 喔 所以你不是这样子松掉 对 松垮垮的就 效果没有用 拉住这个 手的那个内侧的筋 就很酸了 对 像刚才呢 在这上面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要稍微 稍微用力了 稍微用力的时候 这腹直肌的地方 就已经开始拉扯到了 喔 有有有 而且你要稍微 有一点顶着 然后自己要感觉到说 我的腹部在这里 拉扯 用到力量 对 如果你没有去感觉 就不会有感觉 喔 了解 对 是 你自己在感觉要 这边有用到力了 那种感觉就会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一路要拉扯下来 对 然后呢 再来慢慢下来 慢慢蹲下去 蹲下来 对 蹲下去 然后这时候还是一样 你的这个腹部 还是要稍微 用力 对 对 要稀小 就是缩小腹 是 其实缩小腹的时候 你顺便还会提肛 是 对于那些 像那些 痴疮啊 有咽尿的啊 或者是漏尿的人 对 其实这个就非常好 都还是会有用 有帮助 对 然后再慢慢吸气 回来 就这样 好 所以这个是 拉提我们这个上面腹部的 这个上腹肉 其实最重要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 一拉的时候 就要稍微拉上去 这样 这里 其实主要是 要感觉到 你要自己去感觉 你那个吸气之后 然后这个腹部这里的用力 对 那这个毛巾只是 借给你一个拉力 对 就是你辅助 然后这个拉力拉上去之后 你要在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呢 这个地方都得要用力 对 才会有受到这里的效果 最重要就是说 还是你要有 自己一个感觉 是 你感觉它那边 在用力的时候 那边其实都会在燃烧的 是 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剪的是 侧醉肉 对 侧醉肉 就是这一块 对 就是大家非常在意 捏起来不能超过 四公分的这一块 对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是这样 然后稍微半吨 半吨 对 半吨 好 就像刚才一样 一样转 转腰 转腰 对 是不是比刚才的力量 还要大一点 对 这转过去的时候 这时候整个 我们的这个 背部 这整个肌肉 整个都会拉扯到 都在拉到 对 是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 你手拉毛巾的这个力道也要有 对 你必须要拉到 至少保持它的一个紧绷状况 是 是 对 所以你才有借用这个毛巾当辅助的一个功效在 对 像这样子的时候 在拉着的时候 会 真的是会 有喔 真的喔 其实只要做个五分钟 因为你又一面做一面讲话 其实就会有点消耗 一样还是会 像这样拉着的时候呢 闻着整个肌肉群 像我们的腰方肌 是 腹外鞋肌 腹内鞋肌 是 整个都会 都会作用到 对 然后这时候最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 慢慢的 对 然后慢慢的吸气 然后吐气出去 坐着出去的时候 这个 整个 那个腹部的那个脂肪 比较容易燃烧 对 在这边阿娇也建议所有的这个长辈 如果你有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你如果平常 没什么在运动 当然我们刚刚做的这些毛巾操呢 你就要注意就是说 在做的这个动作上面 你不要太快 对 不要冲太快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拉着你冲太快 就是说还没剪 可能就你已经散到 伤到腰了 会受伤 所以我们还是以慢 然后一天一天 慢慢的加强就好了 对 所以如果说 你的做是没有办法转到 像我们今天示范的这么测的话 就一天一天进步一点就好了 对 好 再来就是上腹突出 怎么消除 好 上腹突出的消除 OK 这个 上腹突出 来 OK 好 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子 这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简单 就稍微 稍微这个 一样半蹲 半蹲 这个时候这个一定要拉紧 OK 好 好 拉紧 拉紧了以后呢 稍微这样转过来 你是不是会觉得 我们的上腹部 有 右上腹部已经拉扯到 是 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左手用力 对 我也是用左手用力去拉 对 对 其实右手只是稍微抓着而已 对 你这一拉 如果你觉得力道不够 你的左手再用力拉一点 就这样 其实这个动作毛巾呢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它会 你的左手用力 它会帮你整个带过来 对 一旦带过来之后呢 你自己可能要转 没有这么好转 对 但是这个毛巾的辅助 帮你带过来之后呢 其实就会让你的身体 直接的这样的侧转 对 那其实它的作用就 你这里就会有感觉 对 左手用力 右手在感觉到 对 是这里的腰 对 没错 在感觉的 没错 所以 如果你现在换过来 如果你是往右手 用力拉的话 你等于左手的这个 对 这个这一边的侧腰肉 在作用的 左边的侧腰肉 对 其实这时候呢 你可以自己用你的 右手的力量来调整 是 如果你觉得 那个还可以忍受 你就这一只手呢 右手再用力一点 是 对 所以毛巾最好的 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它就可以帮你顺 顺着这样子身体拉过来 对 最后一个动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大家有便秘上面的问题 如何就是解除我们的便秘 然后让我们排水可以更顺畅 对 好 这个呢 一样像刚才这一些动作都一样 在用力前先吸气 然后用力的时候是慢慢吐气 像这个呢 就是这样子慢慢的 这稍微脚尖往上 好 颠起来 对 颠起来 这颠起来 然后这手呢 还是要稍微用力 然后吐气 吐气出去 然后再吸气 吸气 吸气完了以后呢 再吐气下去 然后慢慢的弯腰下来 OK 对 其实在这时候呢 稍微 那个臀部呢 稍微提一下 然后小腹吸一下 吸一下 然后再来慢慢下去 慢慢下去 吐气下去 然后直到你这个 你如果可以碰到地 那是最好 是是是 那这个最重要的 脚要打直 是 如果脚没有打直的话 那个效果就差很多 好 我们再重复做这个动作 就是第一你吸气 吸气 然后颠起脚尖来 对 吸饱气之后 慢慢的吐气 对 慢慢吐气出去 下去 下去 下去在这时候呢 能够停一下 也不错 是是 然后再来慢慢下去 下到最后面 好 对 今天呢 我们就在毛巾巢里头呢 跟各位观众朋友 要说再见了 当然首先我们要谢谢 我们的吕医师 谢谢 好 跟我们分享 这么棒的这个毛巾巢 也要谢谢 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好 今天的毛巾巢 拜拜